一进门相同动线连接客厅和厨房 利用设计增加频效 让31屏空间更放大 进到主屋房里头 可以看到也有一个大面积的窗户 而这个窗台最低的地方 跟地板大约只有60公分 采用这样子大面积的采框 就是让室内更明亮 三房格局的千万小宅 就要吸引首购小家庭 更看好农历年前 坎屋来客树可在成长两成 因为现在小家庭族群居多 所以说开火煮饭的一个几率变少了 那餐厅的一个功能性 开始没有像以往的那么的强烈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客餐厅的一个位置 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买房钱便宜 建商浪力幅度 仍约在10%到15% 上中理事长赖正义更透露 房市出现纠团客 以八折价格一次狂扫十二户 最近的这种中小平素的黄折 气化的速度非常好 大概推出如果二三十平的 大概都是一个月左右都全部可令掉了 新房推案量更是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点 全年来到8.57万户 2019年还估有5%的成长 新的一点将会比过去更多的台商会回来买房地产 大家都积极在储备土地 很多建商现在都在买地 所以应该明天房地产有意购物的人 要趁着这个时机赶快进场 2019年推案金额固将冲上1.34兆元 民众买房价格落差不会太大 小平素低总价还是市场主流 东森财经新闻刘白喜洋昭台北采访报道